大陆最新一代隐形战机殲-20 在空中翱翔的因子 第一次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曝光 不仅如此 大陆空军也宣布 11月初的珠海航战 殲-20也将首次公开亮相 参加航战是国家行为 军队行动 展示的是实力 能力 战力和形象 空军视频员将架殲-20飞机 在第11点中国航展站 进行飞行展示 殲-20是大陆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机 最大飞行高度达2万公尺 搭载武器重量达11吨 并配备有近中远距离 空对空飞弹 一架造价就要1.1亿美元 高配备就连美国也参与有加 殲-20应该具有这样的一个 超音速的巡航能力 另外它也有超强的隐身能力 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 现在像F-32T-50 这个F-35和其他的 这种准备发展的五代机 珠海航展将在11月1号 正式拉开序幕 映成胖牛的运20飞机 也已经抵达珠海航展的现场 将首次向公众静态展示 让外界得以一窥大陆空军的战力发展 而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 红剑表演队 巴基斯坦的聂龙战机 都将参展 红剑表演队在媒体日的首秀当中 就与丘比特之间 一件传新的动作 惊艳全场 记者台湾全正会报道